1.以色列费尔康707预警机 2.以色列费尔康707预警机 是用波音707运输机改装的 于上各世纪80年代演制 于1993年进行了首次试飞 并获成功波音707运输机的驿展为44.42米 机身的长度为48.41米 高度为12.93米 空重为80吨 其最大的起飞重量为150吨 这飞行机动性也不错 最大飞飞速度为880千米每小时 航程达8500千米 以色列的这款预警机的空中预警能力上 当时能够与美国E3预示机媲美 由于固态的向控阵雷达设计 其反应速度甚至比E3预警机还强 但价格却只有E3的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有很多国家想要 而在2004年 印度还订购了三架 2.超级运输机 绰号大白晶 大白晶是目前全球所有的机型中 不论是民用还是军用飞机 拥有容积最大的货舱 白晶飞机是欧洲客车公司 用来运输客机大部件的改装运输机 为研制生产白晶飞机 法国和德国的航运输公司 共同出资于199L年 成立了特重飞机运输国际公司 SATROS 并由的法国 德国和西班牙的承包商 分别承担飞机结构的研制生产任务 目前共有6架 大白晶具有强大的装卸核运飞机 大舰的能力 其有效载重达47吨 大白晶的总重达150吨 航程达1660公里 三 苏联的怪物Borten Liva 14水上反潜机 Liva 14于1972年开始研制 其设计师Veyor L Dartinina机身造型 在当时可谓是无比千位 现在也是 说是水上反潜机 但可以水路两用 既可在陆地上使用 又可在水上和雪地上使用 也可在海上航行 最大起飞重量 52000千克 最大速度 760千米每时 巡航速度 640千米时 使用地消失的飞行速度 360千米每时 航程 2450千米 可挂载航空鱼雷两枚 500伸弹8枚或250航弹 16枚完整时候的样子 4 红色帝国的暴力美学 邪恶的花卫哥 1986年7月16日 也有说是 1987年 兰德文艺为花卫哥 在福尔加河畔下水 机长73.8米 一展44米 起飞重量400吨 花卫哥的船型机身 是其能泼浪航行 在海面 八台窝扇发动机的尾喷管 可以向下偏转 在起飞时把喷气导向机翼下方形成气垫 拖起飞行器离开海面 达到巡航速度后 喷管再转为水平 机背上巨大的导弹发射筒 这就是苏俄简单粗暴的代表作 背上的白领导弹的射程 为120公里苏联GAMEOVR之后 这艘花卫哥被遗迹 在了达吉斯坦共和国的卡斯皮斯克的厉害之宾 当年是多么嚣张 冷战特产 B70女武神美国空军在冷战 时代开发的实验星三倍音速超高空战略轰炸机 B70女武神机重275吨 航程6000英里 9656公里 B70原计划设计用来取代 B52同温层堡垒式轰炸机 以超音速超高空飞行的方式 突破敌对国家的防空网 进一步投掷传统货和武器 制造出来的原型实验机 被改为研究用途 实际只生产了两架原型机 及宣告计划中断结束 6、飞行的9桶这架名为 卡普罗尼TALYDOSDIPA的验证机 不仅能卖萌 还让意大利人率先尝试了 在当时非常先进的 寒道是活塞动力系统 甚至让意大利差点一只脚 迈向了喷气动力时代 这架飞机先是实验寒道螺旋桨 然后觉得一个螺旋桨不给力 开始加螺旋桨 加完之后还是觉得不给力 就在后面加了喷油装置 点火分加推力 加了喷油装置后 发现螺旋桨提供的推力 在开始喷油喷火后太低 而重量太大 7.XF-85袖针战斗机 XF-85小鬼式战斗机 是美国军方为了解决长城战斗机 为轰炸机护航问题 而委托麦克唐纳飞机公司设计的寄生式战斗机 XF-85寄生飞机 也叫 子姆基 是二战时为解决有料不足产生的一种飞机受到空间的限制 这种飞机设计的很单薄短小 虽然 XF-85在独自飞行中操控性能不错 但渺小的身体对飞行员提出了很大的限制 再加上 复杂的就位 在机头 放 机翼展开到发动机点火等一系列动作 让这架飞机显得缺点多多实用性不高 回收更是解决不掉的问题 本文来源于网络 入狱侵权请及时联系删除